《山羽飛的好天氣》它的主要故事是 圍繞在一個阿嬤 一個家庭裡面 然後阿嬤跟兩個孫子同住 然後雖然生活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但是他們其實各自有各自的生命的一個感覺 一個狀態 然後後來是因為阿嬤她要 她很高興地收到一個喜帖 她本來要信通通要去參加 然後最後有一點失漏的一個故事 那會拍攝的這個電影跟題材 其實主要是就是因為第一次拍片 很多導演第一次拍片 都會往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去找 因為那個是最有感覺 然後你知道所有的細節 所有細膩之處 所有不太 所有不為人知的一個狀態 感情表達最有把握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所以 因為跟阿嬤住的這段時間我發現 因為我不是從小就跟阿嬤一起住的一個人 我是長大了之後 因為我外公過世了 然後我才去跟阿嬤住 然後我發現了一些新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非常的有感覺 然後也改變了 所以我就把它拍了出來 那就是一樣 就也很高興就是得到新聞局的一些補助的一些款項 然後老實說這些補助對於一個新的導演 一個沒有資源 然後一個沒有履歷的一個導演 其實它是一個蠻重要的第一步 說實在的 跟坐牢似的一些責任 那邊 你吃的